世幻当作执金玉 娶妻当娶 殷丽华 汉光武帝刘秀的这句名言流传千古 使得殷丽华的美丽无人不知 可是你知道吗 殷家还除了一个了不得的如花少年 他生活在汉末 是殷丽华的晚辈 所以为男子也是貌美如花 那可是绝对的帅呀 更觉得是他活了个寿比南山 却容颜不老 永远都是少年的模样 他的故事简直就是理想人生神仙级别的教科书 所有的仙侠传奇跟他的人生故事相比 都会黯然失色 这位公子名叫殷长生 殷家是春秋名相管仲的后裔 殷丽华又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皇后 汉明帝刘庄的生母 所以殷长生的出世呢 那绝对是名门望族皇亲国戚 俗话说 富不过三代 从管仲之后 直到殷丽华走上历史舞台 已经经过了700多年 可殷家仍旧是名门望族富甲一方 俗见殷家的道德基础十分扎实 而且能代代相传 家风不是一般的好 成为皇亲国戚之后也是有名的低调 从来不见外戚常有的篡权跋扈之类的问题 殷长生生在这样的一个家族 堪称顶级的高富帅一枚 人间极品 对他来说 声色犬马只是庸俗浅国 那么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是他想要追求的呢 殷长生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谦虚地表示 虽然我是个平凡的人 但志向很高尚 不想在王侯手下做官 如果只是为了延续生命 那么只满足于长寿 就不会再有所追求了 我希望能够升入云天 成龙畅游 展开双翼 翱翔 我希望能无聚火烧 不怕水师 无忧无虑地在太极中逍遥漫游 在仙界的都城中往来 嗯 也没听错 这位公子是要修仙 可是这个念头是不是太浪漫了呢 从小到大呀 曾几何时 您是不是也想过 有一天可以展开双翼 乘风翱翔 无所不能 自在逍遥呢 可能有人会说了 哎 我小说还真的在梦里想过 只是还没能长大呢 就摔在地上了 虽然这对很多人来说纯粹是痴人说梦 但是对殷长生来说 却可能是无比现实的追求 人间还有什么他没有呢 还有什么别的值得追求呢 他听说马铭生有修仙的秘诀 年纪轻轻的就离家出走 找师父去了 从凡夫俗俗的角度来看 他这一走简直就是从社会顶尖阶层 啪啪一声 掉树林子里了 可殷长生肯定不是这样想的 应该是觉得呀 终于跨上了修道成仙的门槛了 那么这马铭生是何方神圣呢 根据葛红的《神仙传》记载 马铭生是山东林子人 年轻的时候当过县衙里的小官 因为捕捉强盗受伤 被一个神仙救火了 然后他就丢掉官职 跟着神仙走了 这位神仙可是大名鼎鼎 他就是曾经与秦始皇常谈论道 但是后来秦始皇要去蓬莱仙岛找他 却失败而归 号称千岁翁的安妻生 马铭生跟随安妻生多年 辛勤侍奉 最终师父传给他三卷《太阳神丹经》 他列制出神丹 只吃了半壳 没有立即飞升成仙 而是做了500年的地仙 他也修房造舍 也有车马普从 于常人无异 只是每三年换一个地方 为的是不让人们看出来他的不平凡 哎 人家神仙就是这么低调啊 他们才不会有点与众不同就赶紧秀 而是不显善不漏水 使人间保持着迷的状态 不过呢 时间久了 还是有人发现了他的奇怪 哎 这位怎么总是一副三十来岁的样子 总也不老呢 殷长生到了马铭生那儿 从一个公子哥变成了夫人 还十分的心甘情愿 甚至像是给师父脱鞋这样的活儿 也干的是得心应手 马桌子扫地哪更是驾轻就熟了 然而马铭生并不传授给他呈现的道数 那个时候他还有十二位同学 马大叔整天和他们高谈阔论 谈的都是当前的时事 还有怎样种地耕田这样的琐事 就这么闲谈了二十年 那十二个人都蒙圈了 这大叔到底有没有道数啊 然后就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最后只剩下殷长生一人 一如既往地对马铭生恭敬的执弟子之礼 最后啊 马铭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感慨地说道 你才是真正能够得道的人啊 殷长生曾经撰文讲述过 自己求道接受考验的经历 我的老师是道数极高的真人 他可以升天入地 变化无穷 道数可以和著名的先人王子乔 赤松子相比美 我有十二名学道的同学 二十年间由于志向不坚定 半途而废 我真为他们痛惜啊 但这也是贴命的安排吧 因为道数不是随便就可以传授的 只传给那些意志坚定的圣贤 所以我希望后人如果要修道 就一定要刻苦勤奋 千万不要被人间的荣华富贵所诱惑而动摇了意志 一旦修道成功 升入九天仙界 寿命就和日月星辰一样 亿万年长存永在了 殷长生还感慨地说 我从少年的时候就爱好道数 抛别了家人 随着老师东南西北四方游荡 脱离了人间的武拙 离开城市隐居山林三十多年 为了修道 我寒冷时忘了天衣 饥饿时忘吃饭 想家也不敢回去 劳内也不敢休息 我侍奉仙师 处处使他欢心愉悦 顾不得自己满脸污垢 双脚模后 终于得到了仙师的赞赏 传授给我修炼的秘诀 这是多么大的恩德呀 殷长生通过了师父的考验 马明生就带他到四川青城山 架起了一口大锅 煮黄土 殷长生纳闷了 煮黄土干啥呀 结果师父煮啊煮 还教他这样那样的煮 最后把黄土煮成了黄金了 马明生又建起了一个神坛 庄重地收殷长生为徒 把一部《太清神丹经》传授给他 不久 马明生就飞升成仙了 殷长生照经券上的仙法修炼 不仅仙术高超 还练出了神丹 他的理想实现了 他只吃了半粒神丹 就已经能够永保青春 腾空飞行 神通广大了 他曾撰文描述 我能屈鬼神为我服务 还有玉女在我身边侍奉 就这样 殷长生在人间逍遥 始终保持着如花少年般的俊秀容颜 道书云集七建筑技术 他周游天下与妻子相随 把神丹分给家人 因此妻子儿女也都长寿不老 他又按马明生教的方数 用泥土变出了十几万斤的黄金 用来救济天下穷苦的人 不管认识不认识的 他都给 殷长生也知道了自己前世今生和修炼的因缘 他中书九篇在其中透露 我在唐瑶渝顺时就接受了上天之命 一直延续到汉代 都富有仙界的使命 道书中有不下十种 都是殷长生修传的 有一些流传到现在 殷长生甚至还揭示了汉朝得到成仙的人数 他说 古代的神仙非常多 不能详细介绍 但从汉代以来 成仙的只有45人 加上我是46名 其中20人是把肉身留在人间 灵魂生了天 其余的都是白日飞生 修炼有成的仙人都要把自己的一波传下去 这或许是他们有这样的使命 或许是他们的善先使然 给求仙问道的人留下机会 东晋时 南海有一位太守名叫鲍镜 人称神仙太守 他从小就聪明好学 游好道学 九岁就开始学炼丹 通晓天文和图落书 十几岁就上京游学了 名声在外 有一天 鲍镜来到浑源县西南龙山附近 碰到了一个少年 惊鸿一瞥之间 只觉得眼前一亮 只见这位少年容貌俊美 先锋倒鼓 看似慢慢举步 却走得像风一样快 高晋不由骑马紧追 但是怎么追都追不上 高晋知道 这肯定是一位仙人 翻身下马拜倒 仙人留步敢问高姓大名 那少年转过身来 目思朗星 我中山殷长生也 原来啊 殷长生看鲍镜天资很好 就来看看他是不是个修道的材料 然后就收他为徒了 教了他很多法术和炼丹术以及师姐的方法 禁书记载 竟常见仙人殷君 受道绝 暴敬的女儿是古代四大女神医之一的 豹浅光 后来豹敬又把一波传给了徒弟兼女婿的葛红 而葛红是既修道又学医 是写出豹朴子神仙传 以及堪称古代急救手册 《走后被急方的牛人》 这本书在今天还给了药学家图优又灵感 使他成功萃取了抗涅剂药的有效成分氢薅素 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 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 殷长生还有一个高徒 就是被称为丹祖万古丹王的魏伯扬 他著有周易参酮器艺术 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电丹文献 推动了古代化学的发展 在中国和世界科技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美国 英国 前苏联等国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中 都提及此书 并有一本 由此看来 殷长生的传承还是非常厉害的 殷长生还著有丹晶一书 葛红在《爆谱子》中讲述 殷长生在一块黄绸子上抄写了一部 装进玉石匣子里 放在松山上 在黄炉木板上又用漆抄写了一遍 装在青玉匣子里 放在西越化山中 又在一块金板上刻了丹晶 装进白银匣子里 放在了四川隋山 还有写在丝卷上的一段经文 合起来一共十篇 交给了弟子 让他们世世代代传下去 看来 在很多神仙传记中 那些在山中秘境中得到仙人秘迹的 都是像殷长生这样的人留下来的 就这样殷长生在人间逍遥了一百七十年 该教的徒弟教了该留下的东西也留下了 觉得自己在人间也逍遥够了 于是就来到了中州平都山 碰到了另外一位修仙得道的仙人王芳平 两个人一见如故 成好友 一起在平都山 白日飞升 飞入仙界去了 从古至今 仙人的存在都饱受争议 甚至有人嗤之以鼻 为此抱谷子中的一段话 点评得很到位 那些世上的凡夫俗子们总是以眼界为实 以为他们没见过神仙就认为世上没有神仙 这些人实在太可悲了 有些隐居在民间的高洁人士 远离尘世凡俗就是他们的志向 每日研究经书典籍就是他们最大的乐趣 他们从不夸耀自己的学问 也从不追求名利 不求为官为患 飞黄腾达 所以人们也都不知道他们 至于成仙得道的人 就更没有必要夸耀自己 让世上那些高官显贵们知道自己是神仙了 而殷长生修炼有成之后 也有一番肺腑之言 他说 我下看人间 那些愚昧的人们 他们的年华像流水般一去不回 短暂的生命转瞬即逝 死后就变成了泥土 可是他们仍然急急忙忙 奔波劳累 终于免不了一死 这是何等可悲啊 观众朋友 你是怎么看的呢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是雪莉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